嗨 大家好 我是鞋底 我现在还是在上海啊 这边呢还是南京路 早上呢也是去 一个朋友他们 单位那边拜访了一下 那也不太方便拍摄 现在下午四点多钟了 我说回来以后呢还是去一下外滩吧 看个外滩的夜景啊什么的 那去溜达溜达 和平饭店 你看那门口 还混沙罩的 哎呀 看到东方明珠塔了 这外滩这边啊 看对面的浦东 这高楼大厦确实是高 连天气还好 哎呀 想去参加一个旅游团 一样的 这个外滩啊 这个外滩啊 啥时候的这感觉啊 哪年来都这样啊 黄埔江啊 还是比较宽的 气势足啊 这边的楼确实高 那三件套 今天就不过去了 对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 逛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我呢 是2019年六月多份 我在上海啊 那时候我记得我还 就坐在江边哪个椅子上 我拍了一张这个外滩的照片 哎呀这下个决心吧 六月多份离职 我说不如去旅行得了 就这样子 我才开始筹备旅行的 我筹备的速度比较快啊 因为对我来说呢 就心想呢 哎呀抓紧时间出去玩 抓紧时间出去玩 这样子 既然决定不工作了 或者也不去再去折腾什么 创业啊什么的什么的 不考虑了 就是说离职以后 我就心想呢 到处走一走 看一看 这样一看的话 四年以后 现在又回来 是吧 这个结果呢 还是不错的 知道吧 就是说四年多前 我做的这个 开始旅行的一个决定 还是蛮正确的 好 在欣赏一会外滩 我就得逛逛街去 我想逛一下这个 电子设备吧 看一下相机什么的 没有心情逛街 就是 逛啥子感觉到 没什么东西 都不需要啊 这个 吃饭也是 最近吃的伙食太好 看啥也不太想吃了 这个已经是 昨天这些天吧 感觉每天我都非常累 就特别的困 特别的乏 就想在休息 也不太想拍视频 因为这个我都不知道拍啥 在国内这个 对 尤其是现在是属于这个 天天混日子 就见见朋友 有些去他们公司单位呀 肯定也不太方便拍摄什么的 哎 我现在哪个方向 我还是往回走 随便早上一点吃的 就这附近的那种 第二吃的呀 我也吃腻了 坐耳朵差不多 最近呢 就这一家吧 叫玛利亚餐厅 这名字一听就不正宗 这不是耶稣他妈的吗 这名字 这个跟新疆有什么关系 嗯 嗯 过去吧 500多米 实在 就中国说实话 中国做这几家地图做的啊 都非常不好 呵呵呵 也不要觉得这些地图做的好 哎 尤其是 其实我看他这个2D这种地图 一点都不习惯 我一般因为用都是那个卫星地图导航那种的 比较方便一点 吃个拌面一下 一个拌面 硅肉拌面38块钱 烤肉一串好像10块钱 这个拌面 就这些 这是 过油肉 点了一个 面筋 博菜面筋 还没吃呢 拌一下 嗯 嗯 谢谢 菜炒的吗 4分 面吗 2分 真的 真的 真的真的 总总总分 10分满分的话 应该有个 3分的水平 他这个 这 这个 这 這 这个 这个 肯定 它这个面 拉的 湯的还行 但是 有点绵绵的 有点绵 明天不尽头 哎呦 我在想我什么时候回四川 要不明天飞 事儿都办完了 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没有一块好肉 全都是边角料炒的 这是个啥一块筋 还带弹力的应该 这个水平说真的 我们正宗新疆人 他这个店开在新疆肯定是开不下去的 这个水平在国外也必须得开在非洲 开在西非 就这还竞争压力有点大 在国外有些店确实 新疆拌面做的蛮正宗的 看来要吃拌面还得回新疆 或者去非洲 它主要是料料的问题 一共就那几块肉 这一圈 然后挑出来的 全都是什么津津吊吊 边角料什么的 而且也不是过油肉的做法 跟着过油肉好像 现在没出大咖的 这个东西 买点水果吃 这一盒水果15块钱 每天再吃点这个 看机票呢 要不明天的话买个买个南行的 普通非天府 反正拌下来 500多块钱吗 嗯 看一下啊 怎么弄的 这个东西 真的 这个东西 我来不去 因果 有